近一段时间 位于斯里兰卡 科伦波港的西齐港乡码头项目 成为各方关注热点 11月初 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宣布 将为这项印度企业和两家当地企业 联合开发的几桩乡码头 提供5.53亿美元融资 香港《南华早报》12月4日分析称 这一项目可能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国资助 印度开发的公司合作模式的出现 目的在于共同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 报道援引新加坡高校一位学者的话认为 美国以这种方式用这么多钱 进行制度性投资的案例并不多见 该项目显然是大博弈的一部分 报道称 印度阿达尼集团正在开发 科伦波港西集装箱码头项目 持有该项目51%的股份 阿达尼集团由印度亿万富翁 高塔姆阿达尼控制 与印度执政党人民党关系密切 该项目其余股份由斯里兰卡两家企业共同持有 11月8日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宣布 将为科伦波港西集装箱码头提供5.53亿美元融资 并宣称此举有望促进斯里兰卡的经济增长 推动包括印度在内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DFC首席执行官称 在这笔贷款发放后 斯里兰卡将成为该公司在印太地区的第二大风险敞口 仅次于印度 南华早报称 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印太地区促成了四方安全对话 其目标之一在于为地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替代中国基础设施项目的选择 科伦波港西集装箱码头项目类似于一个公司合作伙伴关系 似乎是他们首次进行此类尝试 有分析人士认为 此举标志着四方安全对话的新决心 即防止地区小国在贸易和军事领域过于依赖中国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与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合作建设了 科伦波国际集装箱码头 该码头于2013年7月1日正式开港运营 是南亚唯一深水集装箱码头 不过新加坡ESSEC高等商学院亚太地缘政治学教授 涅斯特罗维奇认为 将这个美国资助的码头项目描述为 又一笔商业交易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有分析人士预计 如果上述合作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 美印未来将在该地区其他地方复制这一模式 去年印度向宣布破产的斯里兰卡 提供了约40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和人道主义支持 此后印度一直在斯里兰卡进行雄心勃勃的长期投资 包括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 以及在斯里兰卡廷可 马里和科伦坡建设港口码头 印度阿达尼集团表示 该企业目前正寻求将港口业务 扩展到孟加拉国 越南和坦桑尼亚 阿达尼集团在斯里兰卡和以色列的港口 已经在开发中 今年6月1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 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时 就美方推行所谓印太战略 表明中方立场 王毅强调 所谓印太战略 本质上是要在亚太地区引入大国对立 制造阵营对抗 美方所作所为 改变了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现状 破坏了亚太国家和睦相处的维林之道 扭曲了亚太地区的产工链 弱化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合作架构 美方放弃了开放包容的地区政策 走向封闭分裂的地区政策 与亚太地区不断繁荣发展的大潮流 被盗而驰 感谢观看